大家好,欢迎收看这期的Gigi休斯顿方评 如果你想持续关注我的频道的话 欢迎在YouTube上搜索Gigi带你看休斯顿 或者在西瓜视频今日头条上搜索Gigi带你看休斯顿 今天我们来谈的这个问题就是疫情以来 我们重点来看3月份和4月份休斯顿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数据上的变化 从而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休斯顿房地产市场 现在面临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从整体的数据上来看 其实这个成交量甚至是明显下降了 可能下降了16%左右 但是价格上来讲好像价格还涨了一点点 这个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评测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又为什么会是那样子 我今天只是从数据上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 这个疫情以来包括不再工作 这个复工之前休斯顿市场是什么样子的 从下一个月开始 比如说5月份6月份7月份 这种疫情的刚复工的特殊时期 我也会每个月都会出一些数据上的一个报告 让大家看一下房地产市场的走向是什么样子 好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先用数据说话 我们先看一下2019年3月份的数据和2020年3月份数据的对比 因为从3月份开始居家令开始颁布 这个对房地产的影响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数据当中 比如说我们看到复数的 这个库存市场2019年的3月份是3.8个月的库存量 然后现在2019年变成了3.5个月的库存量 正好减少了0.3个月 这就说明很多人不放出来买房子 卖房子了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pending的一个数量 那你看2019年pending的数量8000多 2020年3月份pending的数量就变成了7000多 也就是减少了2% 就是说这个时候的签约的交易量已经变得减少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4月份是什么样的数值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4月份的一个对比 那4月份的时候居家链已经到了就最严格的时候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数据上的变化就非常大了 首先是推出的房子 市场上在售的房屋的数量减少了21.6% 也就是说大家都不拿出来卖房子了 这个因为推出的房屋数量少了 然后成交的少了 所以成交量的总的这个价值又减少了20% 这两个数据是差不多的 这个你看出来的这个listing就不说了 然后独栋别墅的数量减少了19.1% 那这三个数据都是维持在20%左右 都是差不太多的 然后我们再看价格 这个均价呢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目前来看价格上还是没有松动的 那中间价位的话 按全休顺的中间价位来看的话 基本上还增长了2.4% 所以这个价位上来看好像势头还是不错的 库存量依然是减少比同期减少了0.3个月 不是百分之 然后这个你看成交的数量 pending sales意思就是说签约的数量 那签约的数量也是减少了17.6% 也就是说整体来看的数据当中就显示市场淡了 但是价格上的影响好像还没有体现出来 这就是4月份我们看到的一个数据 好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资源库给出的2020年4月份的数据 还是依然我们先看中间价位的一个数值 那它一直是在攀升的状态 从这个表格上来看好像价位还没有开始松动 然后均价的这个数值变成了31万 然后它这个表格上来看 你看两个数值都是一直在缓慢上升的一个状态 是这样子的 好我们现在还可以再看一个另外一个数据 从这个数据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的4月份 销售的这个condo或者townhouse的数量 一直有缓慢下降的一个趋势 就是可能这个townhouse或condo 受疫情的影响的严重程度可能会大一些 从2020年3月份开始居家令的实施 还有就是病毒的影响越来越重 那我们先从2020年3月份开始来看 这个我们从各个新闻报道和数据当中 再超出来的2020年3月份的一个要点 在3月份来看的话 独栋别墅的增长当时是8.2% 然后您看我标红的地方都是有增长的地方 比如销售价格其实3月份是有增长的 然后美金交易的总价又是超出了26个亿的美金 然后各种各样的增长数据都是有增长的 增长增长增长 只有一个东西下降了 就是连排别墅还有公寓的销售额 有下降0.5% 你看一片红都是增长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我总结的 2020年4月份的一个数据 2020年的4月份你看就开始慢慢有下降的趋势了 但是主要下降的还是这个房子的数量 在售房屋的数量 包括你看销售同比下降了19.1% 总共售出了6199套房子 也就是说以前的销售的房子变多了 这个市场变得冷淡下来了 然后销售额总体下降了21.6% 刚才我们在数表中已经有体现了 总金额也下降了20.4%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就是独栋别墅的中位数既然上涨了 4月份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但是独栋别墅的中位数的上涨 这个讯号我们也不好说它意味着什么 可能人者见人知者见智 我们现在只是客观的谈数据 还有一个下跌就是你看连排别墅和公寓的 这个销售依然是下跌的 它这个销售额下跌了37.5% 也就是数量有下跌 但是它的均价却上涨了 而且中位数的房价也开始上涨了 我们不好说这个意味着什么 但是包括这个超量的发行货币 各个地方的通货膨胀 各个材料的上涨啊 物料的上涨啊 各种各样的上涨 可能会导致一些固定资产的上涨 也是不好说的 我们今天呢就是给大家 以客观的数据来分析一下 到目前为止 3月份4月份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的房地产数据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好 这就是我们从数据上来看到的 3月份和4月份 休斯顿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变化 3月份和4月份 是疫情最严重的两个月 也是大家都在家办公 很多工厂啊 商场都关门的这两个月 那在这两个月当中 数据变化的呈现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相信您对休斯顿地产的 以后的走势 也是有自己的心理评估 和心理预期的 不管您是怎么样的 对未来的想法 如果您想卖房子 或者您想在这个时候 买入一个投资房 或买入自己住的房子的话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我们微博 联系我们 我是一地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